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韩非隆向英国通讯管理部门提告 要求英国政府取消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播放许可 韩非隆表示中国当局强逼他录制口供 并且透过国际频道播送 而英国通讯管理部门曾经取消伊朗官方媒体的播送许可 理由就是这家媒体协助伊朗警方播送一位记者认罪的画面 再来看到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 全世界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引起各界谴责 而现在竟然传出贺建奎原本要出席在香港的会议 不过却行踪沉迷 主办单位表示贺建奎原本预定要在28号公开演讲 虽然贺建奎目前还没有取消相关的会议 但是大会联络不上他 无法确定他是否会出席 而基因编辑宝宝引发的争议持续延烧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魏文胜就表示 正在和专家讨论 是否要向大会申请禁止贺建奎出席大会 第14世达赖喇嘛近期表示 11月底将会在印度召开高僧会议 讨论如何挑选继承人 没想到近日竟然传出 藏传四大教派的红派领袖意外身亡 导致高僧会议无限起延迟 综合媒体报导 身亡的葛陀格泽仁波切 在步行经过一段颠簸的山路时 意外滑倒身亡 不过也有消息指出 他是因为车祸身亡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发表声明 为了表示哀悼将无限起延迟高僧会议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枪杀侨暴董事长谢怡宁 陈总启过堂不认罪 保释金300万 陈总启涉嫌射杀洛杉矶侨暴董事长谢怡宁案 26日上午在阿汉布拉市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根据陈总启委托律师 陈总启在本案中主张不认罪 辩方与检方律师在当天庭审中 主要对保释金金额的设置做了激烈辩论 最终法官将保释金定在了300万元 根据本案的检方律师 目前以谋杀罪起诉陈总启 其最高可获50年有期徒刑 本案将在12月18日上午8点30分 继续在阿汉布拉高级法院审理 陈总启于20日被捕 他涉嫌在16日上午在侨暴办公大楼 枪杀董事长谢怡宁 以上是木子被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中国基因改造婴儿顺利诞生 但是却引发争议 不仅当局决定启动调查 相关事件也陷入罗生门 详细情形待会带您来了解 另外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控制的 南华早报刊登一篇专栏指出 中共党组织应该撤出民营企业 引起关注 中国浙江前江晚报 昨天的时评栏目版面空了一块 这到底是编辑的书师 还是另有原因呢 另外中国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 一名叫做米娜的维族女子现身说法 另外全球278名学者 昨天也站出来 呼吁中国重视人权 好我们先来看 昨天一对双胞胎婴儿的诞生 引起全球的关注 因为呢 他们的基因经过中国科学家的修改 所以天生就可以抵抗 艾滋病以及天花等等的疾病 不过呢 基因改造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公开之后 引起超过百名的科学家联名谴责 而中国相关机构 也宣布要启动调查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领导的团队 透过基因编辑技术 使露露和娜娜这对双胞胎 成为全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消息传出之后 一份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为名义 对这个研究项目的审查申请书 在网络上曝光 那么对此呢 深圳魏纪委认为 这间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 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备案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已经启动对这个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 另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也透过官网表示 对于基因改造婴儿一事高度重视 并且下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展开调查核实 依法易规处理 及时向社会大众来公开结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和美妇儿科医院总经理陈真急忙撇清 表示医院与贺建奎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艾滋免疫婴儿不是在自己的医院出生的 至于南方科技大学也发表声明强调 对于贺建奎对人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一事 盖不知情 导致整件事情陷入了罗生门 究竟这是一起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还是医学造假丑闻 目前尚不得而知 好 接着来关心香港南华早报一篇专栏指出 中共党组织应该撤出民营企业 因为呢 今年来有不少的民企都建立了中共的党组织 或者是共青团 甚至呢 还有纪律委员会 但是这并不是个好现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南华早报被与中国政府关系良好的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给收购 却刊登呼吁党组织撤出民气的论点 引发讨论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指出 中国首富之一的马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有分析就认为 中共曝光马云其实是中共党员 就是要凸显出中共其实并不排斥民营企业 不过有趣的是 马云控制的香港南华早报则是呼吁 中共党组织应该退出企业 中央社的报导指出 这篇由北京独立评论人张玲所撰写的专栏指出 根据中共组织部的数字 截至2016年底 有68%的非国企成立了党组织 70%的外资公司设立党组织 但是不论是从政治或者是商业考量 中共党组织在企业迅速蔓延并非好的发展 民气的党组织并不能够加强中共的领导 张玲指出 根据北京独立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的调查 超过94%的民气相信 成立中共党组织有助于与政府建立关系 只有不到4%的民气关心中共的发展 文章当中也提到中共如果能够停止鼓吹民气 或者是外资公司建立党组织 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但有助于民间投资者恢复信心 也会降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关切 另外还有中国浙江前江晚报网络版 昨天的时评各论的版面出现了这么一大块的天窗 看到的网友都吓傻了 就有舆论猜测不知道这块天窗是因为抗议检查 是想让读者知道真相还是另有深意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指出 有一种说法是报纸为了要抗议检查 又想要让读者知道真相 会故意在版面上留下空缺 称作开天窗 不过在有了电子报之后 违规内容无法回收 报社为了配合检查 会将电子档上的违禁文章直接拿掉 变成被开天窗 不过前江晚报的这块天窗 是想要让读者知道些什么吗 目前尚不明确 事实上这不是前江晚报第一次留白 今年10月时评各论版 刊出赵思韵教授迎新致辞节选 道义担当不能成为稀缺资源 其中删掉了公共知识分子 被严重污名化 有必要为这个概念正本清源等等 被认为敏感的语句 然而电子报上这篇文章 已经被全文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空白 2009年前江晚报 都市快报等等报的电子版 因为被中宣部要求删除一篇 涉及某市公安局长的报道 相关版面集体被开天窗 2011年温州列车 追撞惨案发生后的第七天 中共下令媒体不再做任何报道 百家媒体以开天窗的方式表达抗议 中国在新疆实施再教育营 引起国际踏罚 那么昨天呢 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 一场关注新疆人权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 29岁的威吾尔女子米娜 就痛诉自己过去三年 三度被中国当局给抓捕 最后家破人亡 那么此外呢 来自26个国家的278名学者 也在同一天签署 并且发布一份共同声明 要求中国结束居留政策 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侵害人权的行为 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引述米娜的讲述 她所在的监牢是一个建在地下的牢房 没有窗 四面都是摄影机 里面关了不同年龄层的妇女 总共有40个人 她们几乎都是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 她们每天要歌颂共产党 重复念习近平万岁 坦白从宽 拒绝从严 被捕下来的人 就不能够吃饭要挨打 米娜常常在一暗夜里问自己 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错呢 难道只是因为在国外生活过 会几句外语就被当成间谍吗 米娜说 那三个月里 当局反复询问她 在国外和什么样的人来接触 参与过什么组织 她饱受行求 被迫服下不明药物 生理和心理都受到巨大创伤 米娜还说 她宁愿死也不愿受这样的折磨 而昨天全球数百位学者 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 呼吁国际社会 就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 制裁中国 声明中呼吁各国政府 核准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 提出的庇护申请 参与声明的澳洲大学 新疆专家克拉克就表示 中国寻求在全球事务上 获得国际的尊重 但是中国也必须知道 如此对待一大部分的公民 不可能获得他们想要的尊重 一起来看看中国简报 简报一开始来关心 又有自由人士在中国失踪的消息 这次出示的是长期关注 环境污染问题的摄影师卢广 他的妻子徐晓丽 最近在推特上表示说 卢广原本计划先到新疆一趟 然后再去四川参加 为贫困儿童募款的活动 但是却从11月3号开始失去音讯 徐晓丽说 卢广的户籍是在浙江 而且有关部门已经证实了 卢广与他的朋友都被国宝带到客舍 具体原因并不清楚 甚至也一直无法联系上新疆的方面 再来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出访行程 他在今天搭乘专机离开中国 带着夫人彭丽媛一同前往西班牙 葡萄牙 阿根廷以及巴拿马这四个国家 进行国事访问 并且出席20国集团 第13次的领导人会议 根据了解 习近平将在峰会上重申中国的立场 是坚持多边主义以及开放合作 借由一带一路的商机 拉拢拉丁美洲国家 接着来看到 就在G20川席会的前夕 有中国官员率先对中美贸易战的 下一步进行表态 驻美大使崔天凯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 警告说 如果双方对立延续下去 不但不符合各国利益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 经历数十年整合的全球市场 恐怕也会因此分裂 如果2008年金融海啸的情况再次发生 他不确定各国是否还有能力来应付 除了驻美大使崔天凯之外 最近也有其他中国官员 不断在谈论中美贸易问题 中国社科院院长谢福瞻 在香港的一场论坛上就批评说 有些国家大肆推行单边主义 以及贸易保护主义 这都是在冲击世界经济 他也暗奉美国以强国自居 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不惜以牺牲他国为代价 并且强调中国的开放大门并不会关闭 未来只会越开越大 再来看到四川警方最新公布的 在逃女性嫌犯照片 是如何引发热烈讨论 根据了解这一名通缉犯的名字是 清晨景亮 年纪大约是19岁 照片公布之后 他被称赞是中国最美丽的罪犯 在互联网上迅速爆红 绵羊市警局就表示 这名女子隶属于诈骗集团 专门在酒吧以及茶馆里 骗取消费者的财物 尤其是喜欢找喝醉酒的人来下手 因此就有网友建议说 这名面貌较好的年轻女孩去犯罪 简直是大财小用 不如考虑改做直播 简报的最后来看到一枚价值不菲的邮票 中国邮电部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印制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系列邮票 但是由于地图辩解错误等等的原因 最后被决定收回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邮票上有划出台湾 但是并没有将整个岛屿涂成红色 似乎是在反映出当时的两岸情势 根据了解 目前这一款被称为大一片红的邮票 全世界只剩下9张 加德拍卖会 以人民币1380万元成交 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张 刷新了中国邮票交易价格的记录 好 谢谢您收看中国新闻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世界新闻 我是徐伟玲 一起来关心新闻提要 来看到马尔代夫第一位的民选总统纳希德 先前因为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 遭到判刑13年 并且从2016年开始 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 流亡英国和斯里兰卡 不过最高法院在今天推翻了相关罪名 理由是检方未能提出足以证明前总统纳希德有罪的证据 刑事法庭不应针对 不当起诉 开庭审理 判决结束之后 他在支持者的欢呼簇拥之下 离开法院 接下来也是司法部门的相关消息 目前担任法国参议院高级官员 以及法韩友好协会会长的奎内迪 因为涉嫌替朝鲜从事见底活动 已经遭到当局逮捕 根据了解 奎内迪担任会长的法韩友好协会 向来主张要与朝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并且支持韩朝统一 而他本人更曾经出版有关于朝鲜的书籍 法国检方正在调查 奎内迪是否向境外提供可能破坏 国家根本利益的情报 台湾九合一选举刚结束 柯文哲连任台北市长 成为台湾唯一一个无党籍市长 选后两天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26号表示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暂定将会在12月20号由台北举办 并且邀请上海市长或是副市长 层级以上的人物出席 选举才刚结束 台北市长柯文哲忙不停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补充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将会以循环经济为讨论重点 而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 27号发布讯息 证实台北市政府的说法 不过并没有详细说明 将会由谁代表出席 双城论坛惯例上由台北和上海 两个城市轮流举办 一般都在年中 不过今年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 所以才将论坛延后 柯文哲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表示 双城论坛的讲稿还没拧定 而媒体持续追问柯文哲 将会在双城论坛提出什么样的两岸论述 就是因为上一届双城论坛 柯文哲在上海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论述 引起广泛讨论 再加上今年九合一选举过后 民进党蔡英文政府 面对国民党抢占15个县市 台北市的柯文哲 是否也会加强与中国的交流 格外引人注目 今年台湾选举才刚结束 中国国台办法言人马小光就表示 中国将持续坚持九二共识 欢迎台湾县市参与交流 而国民党抢下的15个台湾县市 或许就会成为城市交流的领头羊 根据台湾媒体联合新闻网报导 一位中国的学者就表示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北京的心目中 分量或许已经超过柯文哲 除了因为韩国瑜对于九二公司的接受度 更直接也更坦白 他对于蓝营各县市的影响力 也是受瞩目的原因 不论是接下来的双城论坛 还是九合一选举之后 抢占了几乎全台的蓝营势力 民进党参英文政府 接下来要面对的中国压力 势必更加庞大 新闻时事报记者吴哲仪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斥海峡的冲突升温 各国一面踏伐俄罗斯 担心俄乌两国会演变成军事冲突 俄罗斯公布一个疑似被道歉的影片 提出反驳 另外中国拉高在马尔地夫 承建基础建设的价格 马尔地夫还会有回头路吗 会负债更多吗 待会来看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 预计对中国课征的关税上调到25% 如果美中还是不能够达成协议 就要对中国全部商品课税 冲击最大的可能就是苹果公司 还有不满中共总是利用学生来渗透学界 纽西兰学者要总理对中国强硬起来 马上进入重点新闻 新闻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斥海峡的冲突 持续延烧 现在已经演变成国际大势 各国相继踏罚俄罗斯 认为俄罗斯这是侵犯主权的不合理行动 大家也都很担心 这起海上冲突可能会扩大成为军事冲突 不过俄罗斯不但不理会国际间要求释放 乌克兰海军船只的要求 反而是指控乌克兰挑起争端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更是公开道歉的影片还击 影片中被俄国扣留的乌克兰船员宣读声明 坦诚是乌克兰武装舰艇发动挑衅 外界就认为这被道歉的味道相当浓厚 综合媒体报导指出乌克兰三艘海军船只 在经过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克赤海峡时 被俄罗斯攻击并且扣留 引起国际高度关注 各国领袖也纷纷发表声明 像是今天美国就警告俄罗斯 在亚素海扣留乌克兰船艇之类的不法行动 正在妨碍华府与莫斯科发展的正常关系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就说 扣留渔船是对乌克兰领土主权的无耻侵犯 另外德国总理梅克尔希望两国能够尽快展开对话 认为这次的事件挑起了严重的问题 俄罗斯用武力威胁乌克兰是不合理的 丹麦外交部长塞穆森也说 冲突可能会再次升级 丹麦会完全支持乌克兰 而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也表示 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 并且谴责俄罗斯的侵略 土耳其政府表示 行使于克赤海峡的权力 不应该被剥夺 呼吁双方避免任何可能危机 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 欧盟执委会也要求俄罗斯 释放这三艘乌克兰的船只 欧盟北约呼吁各方要克制 降低紧张关系 北约的所有成员 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与主权 不过俄罗斯不仅没有回应各国的要求 还指控乌克兰的这三艘船 非法进入俄罗斯领海 就是主动挑起争端 俄罗斯外交部指控说 这全是乌克兰妥同西方国家 挑起这场冲突 目的就是要找借口 强化制裁俄罗斯 俄国同时警告乌克兰 不要继续挑衅 否则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同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还公开道歉影片 来证明俄罗斯没有错 影片中被俄国扣留的乌克兰船员 宣读声明 坦证乌克兰的武装舰艇 发动挑衅 外界认为这仿佛是 学中国的背道歉 也就是胁迫乌克兰船员 录下这段不符合事实的声明 各界担心这起海上冲突 可能会扩大引爆军事冲突 另外来关心 马尔蒂夫先前向中国举债 疯狂投资机主建设 这五年期间 中国确实在马尔蒂夫 兴建了不少的设施 但是也因此负债累累 钱都还没还完 中国现在又拉高成建的价码 马尔蒂夫新财长阿米尔对此表示 马尔蒂夫与中国签订的合约改不了 恐怕已经没有回头路 综合媒体报道指出 马尔蒂夫向中国举债 疯狂投资基础建设五年期间 中国新竹一条跨海大桥 连接首都马来 与坐落在另一座岛屿的主要机场 并且还扩建机场 以及填海造路 兴建大量住宅 不顾马尔蒂夫新财长阿米尔 今天就表示 中国在马尔蒂夫进行多项基础建设计划的价码 比原先所提出的高出许多 但是现在这个印度洋岛国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马尔蒂夫政府已经无法重新敲定合约 与中国签订的合约也动不了 许多项目也都已经完工 还是得要按照合约来走 比方说在马来盖医院是中国在马尔蒂夫投资基础建设的计划之一 如今已经耗资1.4亿美元 远高于其他竞争者对手起初爆价的5400万美元 不过北京当局否认中国是马尔蒂夫债台高竹的罪魁祸首 中方希望马尔蒂夫新政府将继续采行吸引投资政策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近来饱受批评 只因为许多造价数以百万计美元的大规模计划 使得小国负债累累 再来看G20峰会将在本周五举行 美国总统川普届时将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场边的会谈 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将会持续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从原本对2000亿商品课征的10%关税提升到25% 接着又再次重申 如果美中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将考虑对所有的中国商品包括高科技产品课征关税 冲击最大的恐怕会是科技大厂苹果公司 综合媒体报道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提到 会继续推动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也就是将总价值2000亿美元的新一批中国进口产品关税 从目前的10%提高到25% 对中国占缓加税的要求 他说非常不可能接受 对于G20峰会是否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 川普先说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 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不过随后又强调 美国的底线是必须在贸易上受到公平对待 中国必须公平对待美国 但是他们还没这么做 而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将会考虑对所有中国商品课征关税 还要纳入高科技产品 像是中国加工制造再出口到美国的苹果iPhone 川普说如果只加个10%的关税 消费者还是有办法承受的 这让苹果股价硬生下跌 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 已经私底下对川普总统提过这个问题 他认为虽然美中之间存在争议 施加关税却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美国两大智库之一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亚洲研究部的马修古曼认为 美中双方应该会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 因为川普看似开始注意到股市的波动 习近平则是需要专心处理成长趋缓的国内经济 如果达成协议的话 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喘息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带您来听听 纽西兰公民的声音 纽西兰有29名的学者 联名致信给总理阿尔登 在这封公开信里头 谴责中国当局利用留学生搜集情报 甚至还攻击纽西兰学者 他们要求总理必须对中国强硬起来 捍卫纽西兰学术自由 根据上报指出 一名纽西兰中国专家名叫布雷迪 是纽西兰颇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专家 一直以来他的报告都受到国际关注 而他最受到瞩目的一份报告 就是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之下 中国在民主国家的渗透活动 并且以纽西兰为个案来进行研究 不过今年2月的时候 布雷迪的住家与办公室陆续发生失窃案 而11月他的车子更被人动过手脚 疑似已经遭到中国利用的留学生给锁定 纽西兰警方随后也证实 调查工作遭到国际刑警组织的介入 学者们对此感到震惊与厌恶 因此纽西兰多名学者 昨天向政府发出公开信 谴责中国利用留学生搜集情报 而且还骚扰攻击研究中国的纽国人 学者们要求总理阿尔登 硬起来保护学术自由 信中强调虽然是一名纽西兰学者 受到中国威胁与骚扰 但确实也会影响到国内其他学者 以及普通民众 纽西兰不能够容忍中国 用这些手段逼学者们闭嘴 而总理阿尔登 因为至今不愿意谈论相关事件 被舆论批评为 遇到中国就软趴趴 一起来关心世界还发生了什么事 先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与CNN一向不合 继日前在白宫记者会上 与CNN记者起口角 并且取消采访资格之后 他昨天在推特开炮 批评CNN在国际间的知名度很高 但是却以不公正以及虚假的方式来报导美国 川普甚至提出美国当局应该成立自己的全球新闻网 来向全世界展示这个国家的真正状态 接着来关心 川普前竞选总干事曼纳福特 日前向联邦调查局认罪 承诺协助调查之后 昨天传出遭到特别检察官穆勒 指控他撒谎违反认罪协议 如果确认属实 曼纳福特可能无法获得原定配合调查 换取而来的减刑 对此曼纳福特也在同一份文件中 否认自己违反认罪协议 他的律师团也声称 曼纳福特在逮捕之后呢 跟检调单位多次会面 并且提供资讯 努力履行合作义务 双方各说各话 最后结果恐怕还是得要看法院的裁决 为了因应中国崛起 日本正在计划强化军事部署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 政府已经预定购买42架F-35A战机 并且可能增购到将近100架 追加预算可能突破1万亿日元 届时日本的F-35战机也将多达140架 日本之所以会增购战机 有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跟美国总统川普 一再要求增加购买美国军备有关 透过购买高单价的战机 也可以避开川普要求 降低对日贸易逆差的压力 两韩关系快速回温 光是今年双方元首就举办了三次会谈 但是说变脸就变脸的朝鲜 却因为韩国参与联合国第三委员会 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的决定 而大动肝火 痛批青瓦台这个举动 是背叛了朝鲜过去以来释出的诚意 对改善两韩关系完全背道而驰 另外朝鲜官媒劳动新闻 也将炮火对向美国 认为华府提的人权问题 只是企图合理化制裁的阴谋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 美国也会咬住人权问题不放 表达出对美方的强烈不信任感 好谢谢您收看世界新闻 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今年三月过世 不过他对人类未来的预言 还是引起全球广泛讨论 霍金认为人类将会透过精英改造 让自己进化创造出超级人类 并且导致其他没有进化的人类被灭绝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 即将发生在生活之中了吗 根据中国传媒报道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 26号宣布一对名为 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 诞生在中国 他们的基因经过编辑 让他们可以抵抗艾滋病毒 中国媒体人民网报道 这是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但是消息传输之后 在社会和科学界引起一片哗然 许多人认为这项研究违反伦理道德 中国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也表示 已经针对伦理道德问题启动调查 还有一百多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 强烈谴责基因编辑因而研究 同时认为这项技术不确定性太高 应该严格立法监管 南方科技大学也发表声明 表示贺建奎目前已经留职停薪 消防并不知道任何关于研究工作的细节 而在这场风暴中心的人物就是他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 掌握高科技生物技术的他 出生在被称为国家级贫困县的 湖南楼里市新化县 2006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 2010年获得美国来自大学博士学位 根据新浪网报道 许多人对于贺建奎的印象 除了专家学者更像是个创业家 贺建奎2012年回到中国 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的时候 创立了汉海科技公司 2016年只有50多人的汉海基因公司 总共申请了50多项专利 6项全球专利技术 根据新浪香港的报道 贺建奎是7家公司的股东 6家公司的法定代言人 其中位于中国深圳市的 汉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贺建奎是大股东 持股比例超过四分之一 是公司的创办人 也是董事长 汉海科技公司致力大幅降低 基因检测服务 研发出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 并且宣称大约到2019年 只要花100美元 人们就可以检测自己的基因资讯 这项发明让贺建奎获得不小名气 接受访问时充满自信 是贺建奎在镜头前给人的强烈印象 研发出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之后 贺建奎接受访问就表示 汉海基因研发的测序仪 准确度超越美国和英国 成本也比较低 将掀起基因检测界的大震动 2018年贺建奎宣称 天然免疫艾滋病毒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 再一次引起科学界震撼 贺建奎在影片中表示 这对婴儿双胞胎的基因编辑手术相当成功 也没有改变其他基因 证明基因编辑技术相当成熟 虽然他在影片中也强调 这种基因手术目前仍然是治疗性手术 不应该用在增加胚胎智商 或者是改变外表上 不过实验结果还是引起科学界争议 甚至引发欧美专家广大讨论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干细胞研究专家 伊利克就表示 他认为这种研究没有必要 因为艾滋病患者已经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 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瑟伍列斯库也指出 在健康的婴儿上进行基因改造 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彻其表示 艾滋病威胁逐渐扩大 贺建奎的研究是可以被接受的 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在科学界行之有年 科学家可以改造胚胎的基因 让胚胎发展成更加容易适应外界的个体 只是科学界一直担心 这种基因改造方法 如果运用在治疗疾病以外的用途 会加剧社会不公平 而根据中国媒体辛金爆网的报道 贺建奎团队媒体负责人表示 贺建奎将在28号公布研究资料 只是争议和质疑不断 贺建奎虽然认为 他给予一对夫妻一个健康的家庭 不过这位透过基因编辑 创造话题的实业家 掀起的风暴 势必不会简单落幕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解说论语爆红惹议 于丹卸任北师大党委书记 在先风波 在央视百家讲坛 解说论语而爆红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 日前传出卸任 做了五年的艺术与传媒学院 党委书记一职 震惊学界不过因为于丹的 行事作风向来备受争议 他究竟是卸任还是被免职 也引发外界揣测 对此北京青年报引述 北京师范大学的声明报道 于丹任职届满五年 卸任学院党委书记 是学院党委的正常换届 并给予他在职期间的表现 高度肯定 试图澄清外界的免职传言 作为一个学者教授 于丹却罕见地拥有 明星艺人般的高人气 回顾他的成名历程 2006年十一长假 于丹在百家讲坛 连讲七天自己对于 论语的诠释 大受好评 不少人因为他深入浅出的解说 特别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 得以对论语有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通俗易懂的内容被广大的读者观众接受 甚至还为他赢得了国学超女的称号 尽管于丹在民间受到广泛的欢迎 但学界对于他的经典诠释却相当不以为然 一度有来自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大学的 20多名专家学者 在网上联名批评于丹的演讲 虽然妙语如珠 但毫无文学依据漏洞百出 完全属于他的主观想法 这样的演讲必须停掉 这些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学者们认为 于丹无法结合论语 聊到文化性的东西 思想性达不到高度 但他还是将这套说法 颁上演讲台上 根本就是一种魅俗 甚至有不少学者出书反于丹 他们认为于丹的解读不正确 会误导民众对论语的正确认识 不过学者的批评似乎不影响 于丹在中国民间的高人气 继2006年的论语首奖后 于丹又在隔年的春节 从年初一到年初十 连讲十天的庄子解读 同年的十一黄金周 于丹又连讲七天的游园精梦 昆曲之美 并在2008年又在百家讲坛上 重讲论语 都引起观众热烈的回响 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师 重访课堂 其实应该是听大家的心声 向大家求教 马老师呢 给我指定了这个题目 让我讲论语 半部论语就能指天下 几千年大家对论语的理解太多了 一节课怎么讲清楚啊 不少民众为于丹说话 认为中国讲究百家争鸣 每个人对相同事物会有不同见解 于丹讲的道理很实用 很能让人接受 甚至有人说他的演讲 在迷茫的生活中 就像心灵鸡汤 给了他们一个方向 只是携带民间的高人气 于丹的形式作风 也越来越惹人争议 世界日报引述媒体报道 于丹之前受邀去海外讲课时 不满主办单位提供的酒店 规格太低而要求更换 其他类似的耍大牌事件 更是层出不穷 网易更引述网友评论 列出四点 认为于丹的演讲 暴露出自己的学问 最多就是幼儿园水平 同时他在演讲中 也掺杂太多自己的感悟 但实际上 对照他的所作所为 却是很明显的说一套做一套 也就是到处摆谱摆架子 失去做人做学问的初心 最后落得无人探听的下场 也是可以理解 于丹的作为引发争议 外界批评声望大 也让他即使在卸任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 一直后仍旧风波不断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2018是中国改革开放第40周年 人民日报公布了100名改革开放 表扬对象的候选名单 这百大人物涵盖了科研 教育文化国防和体育 等各领域行业的杰出人物 包括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图悠悠 中国核弹之父 陈开甲 以及前NBA球星姚明等人 名单中占最高比例的 还是中国民营企业家 像是中国三大科技巨头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腾讯CEO马化腾 和百度CEO李彦宏等人 都榜上有名 不过外界最关注的 不是哪位名人入榜 而是名单上罕见透露的 党籍资讯 据官方公布的个人简介显示 马化腾和李彦宏 都是无党派人士 而众所瞩目的马云 则是中共党员 对此媒体大师报导 也引发外界一片哗然 事实上马云的党员身份 并非第一次被披露 自由时报报导 2015年马云当选 浙商总会第一届会长时 官网上的个人简介 就有写到马云是中共党员 尽管如此 外界对于马云的党员身份 还是议论不断 特别是他在9月10号 宣布一年后将卸任阿里巴巴主席 当天阿里巴巴公布他的退休名片 上面洋洋沙沙列出11个头衔 却绝口不提中共党员的身份 因此引发外界议论 再加上在中国一般杰出的民营企业家 多半都会深负政治职务 像是马化腾是全国人大代表 李彦宏则是全国政协委员 就连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 马云也是中共三大科技巨头BAT当中 唯一没有进入两会的公司负责人 虽然低调鲜少参与党内事务 但马云却在很多小地方 表现出忠贞党员的作为 微信公众号政治圈报导 阿里巴巴创立于1999年 第二年就成立党支部 随着公司发展壮大 党员数量也越来越多 在2008年升级为党委 现在阿里巴巴集团和蚂蚁金服集团 两个并行的党委 共有近200个支部 7000余名党员 每年新增党员近600名 光是靠公司帮党拉成员还不够 2010年6月 为了纪念中共建党89周年 马云亲自为阿里巴巴的全体党员 上了一次党课 在这一堂长两个小时的党课中 马云对着现场上签名的党员员工 从自己对党的认识 讲到对党的理论认识 再讲到党员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还回答现场提问 当时就有人认为 党课不是泛泛之辈就能站上台讲课 一般都是各大党组织的 一把手或两把手亲自授课 因此外界认为 马云应该具有党员身份 其实外界对于马云党员身份的怀疑 并非没有道理 报道就引述三一重工集团 董事长梁文根指出 在中共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 民营企业家不但不能当党代表 就连要入党都难如登天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2001年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 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 第一次把民营企业家定义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隔年十六大修改党章 民营企业家才真正得到入党的机会 尽管马云为党积极贡献 但生意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界线 他却划分得相当清楚 2013年 马云就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在过去14年中 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 只和政府谈恋爱 但不结婚 强调不管阿里巴巴发展多快 也绝不跟政府做生意 当时政治中共18大后的剧烈反腐运动 有大批民营企业家受到牵连 马云明哲保身之举也让外界刮目相看 此外 马云控制的香港南华早报 也曾对党提出不少批评建议 11月26号 南华早报专栏就写道 有鉴于越来越多民气都成立了中共的党组织 共青团 甚至还有戒律委员会 使得许多民气作风越来越像个国营企业 这篇由北京独立评论人张灵撰写的专栏指出 民气只是将党组织当成自保或与政府打通关系的工具 而不是真正对中共忠诚 民气的党组织并不能加强中共的领导 因此他认为中共的党组织应该撤出中国的民营企业 马云和中共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 但这次中共当局揭露马云的党员身份 如此刻意的举动也让外界质疑别有用心 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人士报导 官方披露马云的党员身份是为了提高中共的公信力 特别是长期以来 中国被认为偏好国有企业 而非阿里巴巴的民营企业 再加上之前传的风风火火的国际民退风波 马云未来卸任后 还能不能跟党保持安全距离 恐怕还很难说 以上是随便上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美国明整何志平是小 暗打一带一路是大 与其说美国是冲着何志平个人下手 不如说是冲着何志平热衷推销一带一路下手 现年69岁的何志平最近几年周游世界 为中国全球化2.0国际发展策略宣传造势 何志平是香港人 曾是一名外科医生 后来弃医从政 近年来转为在海外推销一带一路项目 他因行贿指控于26日接受庭审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何志平的宣传工具是在弗吉尼亚 设立一个隶属联合国的慈善组织 其资金来自一家上海的非上市石油公司 这些资金用于拓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已在非洲 俄罗斯和美国 签署了价值近200亿美元的相关协议 几百页的法庭文件详细描述了 何志平和这家名为中国华信能源的上海公司 是如何拿下一带一路合同的 某些时候手段并不光彩 美国司法部称 何志平将290万美元贿赂款 伪装成慈善捐助 帮助华信能源获得业务 检方指控在联合国建立起联系后 何志平用华信能源的钱 贿赂扎德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的政界要员 对他的庭审26日开始 何志平对贿赂扮指控均予以否认 他的辩护团队称其出于爱国心 来帮助推广一带一路计划 在一份备案文件中 何志平的辩护团队表示 陪审团如果不了解一带一路 就无法理解该案 当然何志平的确是有用军方背景的 华信能源的资金作为支持 法庭记录显示 何志平的辩护费用由华信能源支付 检方律师和辩护律师在刑审之前 均未予以支评 华信能源也没有发表评论 检方还表示 何志平帮助华信能源向利比亚 卡塔尔南苏丹和杂德出售中国武器设备 并向伊朗提供了使用一个被国际制裁 冻结的银行账户的方式 不过他未受到关于这些活动的任何指控 检方称 辩护团队想要把何志平描绘为 美国抹黑中国行动的牺牲品 检方不予认可 并把该案归为简单的商业腐败案 在这之前美国司法部近年来提起过 两桩与涉嫌贿赂联合国官员有关的诉讼 也有同中国存在关联的人物涉案 在香港工作的美国刑事法专家 罗伯特·普雷西特对《华尔街日报》说 美国调查人员尤为热心于追查何志平 对他的刑事起诉 与川普政府批评中国在全球商业领域的 不良行为的做法相契合 普雷西特说 起诉何志平的目的之一 是让人关注中国利用海外贿赂 来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约的做法 我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贿赂案件 川普政府抵制中国海外扩张的 其中一个方法 即是抹黑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倡的 一带一路 美国政府称 中国迫使小国政府接受一带一路项目 导致这些国家债台高筑 而获益的主要是中国和中资公司 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在APEC峰会上表示 我们不套松紧带 不修单行路 检方在法律文件中指出 何志平与六个国家相关人士的 电子邮件和通话显示 他动用200万美元贿赂扎德总统 用50万美元向乌干达外长行贿 以便促成华信能源与外长夫人的交易 扎德和乌干达政府否认存在不断活动 上述六人中的一位是塞内加尔的前外交官 他最初与何志平一道受到指控 指控称他协助何志平行贿 并因此从何处拿走了40万美元 检方已经撤销了上述指控 这位前外交官目前成了控方证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调查 华信能源的创始人叶简明 他于2018年初失踪 他的同事认为他已被拘押 另外在甘肃原省委书记 王三运受贿案件中 叶简明被列为行贿人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怎么理解这个毛利战争 我觉得很难理解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不适合理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我也觉得不合理的 商人 至少美国的商人 他们不喜欢这个管税 把大家的这个价格提高 不是很理想的一个事情 所以 我是希望 在不久 未来的不久 双方面可以说 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解决 我们可以打一个协调的一个办法 其他方面可能比较复杂一些 对 这个知识船 IP 这方面 这个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那 还有 那 今年 其实 今年一来 美国人 美国商人在北京上海 一直觉得这个环境 越来越不好 不利 对他们不利 觉得他们的空间 越来越小 他们还是挣钱 但是 这个环境不如以前 这些问题 我觉得 中国应该早一点的 听他们的话 那这样子 过去我觉得 美国的商人 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基础 所以 让这些商人不高兴 我觉得是 一个错误 最开始的时候 中国很喜欢美国商人 喜欢台湾商人和香港商人 因为中国没有钱 中国也没有技术 中国也不知道 这些事情 但是 几十年过去了 中国人有了钱 中国也懂得了一些技术 是的 所以他们觉得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们 你们把技术给我们就可以了 你回家吧 你回家吧 但是现在的好消息是 川普出来了 川普要打这个战争 中国感觉很紧张 这个时候 跟商人又成为好朋友 你理解我意思吗 是的 中美贸易战 我认为 是很难前面打起来 是因为 商人嘛 就是你的利益和我的利益是 对对对 咱们可以谈判 有共同利益 有共同利益 而且 现在的中国和美国的 经济合作 贸易 不仅是两个国家 可能全世界都连在一起 那您觉得这个 贸易战争是 今天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还是一个 日度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首先它是一个贸易问题 它确实有一些不平衡 也就是说 中国人把美国的东西少了一点 对对对 美国这个 这个 在中国进口的东西多了一点 但是这个里面很多东西 也是美国人自己的 比如说苹果手机 对对 你在中国生产 但实际上是 进入了这个美国 所以关税问题 不是中美 贸易战争里面的根本问题 对对对 因为关税它复杂 对 有一些产品 我在明州的农虾 是美国人的 但是放到加拿大去加工 嗯 从加拿大取口到中国 那你说这个是进口的 美国的还是进口 加拿大的 这是说不清楚的 对 而且中国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币贬值 嗯 对 价格降低 对 对吧 对错了 错了 而且我可以把产品 放在另外一个国家 嗯 对吧 譬如说 越南 嗯 我把我的产品 换成越南的标签 对 但是也是我中国生产的 你知道中国人是比较狡猾的 哈哈 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 是知识产权 嗯 嗯 对 真正的问题是知识产权 因为知识产权是美国的最核心的价值 这个包括技术 技术 技术 这个AI 对 这些问题 呃 所以中国的这个 呃 中国制造 2025年 那是 写的 我觉得中国人写的太过分 那个时候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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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控制这些 这个恐怕 你 你吓 吓 吓坏了很多美国人 是 因为 2025 中国人就认为 我有什么错 我的政府要支持民间企业的发展 但是问题是 政府的力量很强大 如果中国的政府帮助了民间企业的发展 美国 美国很多公司竞争不了中国 嗯 所以美国人害怕 而且 你刚才讲的 AR 呃 这个 呃 大数据 对对对 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厉害 因为中国人不讲究隐私 嗯 也没有法律 所以我把你的情况偷过来 认你一下 没问题 基因研究生物工程 很多方面 中国人有可能 会 有一些技术 从美国来的 但是中国把这运行起来 比美国人还厉害 比一些手机